武漢市百步亭花園、百步雅亭的一名居民 2月9號深夜在微博上求救 說百步亭花園目前無人管 大量疑似和發熱病人至今還在家 沒有集中隔離 甚至還有重症病人在四處奔波求救 另一名百步亭的居民也在網上透露說 因為萬家宴 百步亭花園小區 現在成了重中之重的災區 全區400多棟樓 有300多棟裡都有感染的人 一名武漢男子與所在區街道辦負責人通電話的錄音 2月9號被上傳到網路 錄音中 男子要求給已被確診的父親安排床位 說父親已經熬不住了 但對方回答說 根本就沒有床位 上面一張床位都沒有分給他 因為確診的人數多得不得了 連懷孕39週的孕婦確診了都等不到床位 2月10號 網路上流傳的一段視頻顯示 一名老年男子在街邊的一棵大樹下上吊自禁 視頻沒有說明時間地點 但是出現在遺體旁邊的人都戴著口罩 網友估計老人可能是感染了新冠肺炎 沒有醫院收治而選擇自殺 華中科尼大學附屬同濟醫院一致科教授林正斌 因新冠肺炎2月10號去世 消息先在網路上傳出 後經同濟醫院宣傳部蔡星部長向大陸見面新聞證實 公開資料顯示 林正斌做過上千例肾移之手術 是海外追查國際組織的追查對象 他的名字被列在湖北省涉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醫務人員的追查名單上 查看